在宁波的三江口,宁波中百,600857,FH旗下的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已经经营了60多年,太平鸟第一家专卖店,就选择在这里,在过去的半年里,这家商店成为泽西系与太平鸟集团的招力厂。 7月4日,宁波中百发布公告称,已收息宁波蓬勃投资有限公司,以下检测蓬勃投资,送达的宁波中百股份,有限公司邀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。 公告称,蓬勃投资已将收购数量,调整为1267.15万股,占比5.65%,收购价仍为12.77元每股。 收购完成后,蓬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,将共同持有宁波中百总股份的10%,与此同时,蓬勃投资承诺,未来一年内不再通过,二级市场继续增持。 本来剑拔勃张的宁波中百控制权争夺战,戏剧化的握手言和,宁波中百目前的控股股东,是泽西系西藏泽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,以下检测西藏泽天。 蓬勃投资背后则是太平鸟集团。太平鸟集团掌控着宁波另一家150亿人市值的上市公司太平鸟603877FH,此前围绕宁波中百的控制权争夺战可谓一波三胜。 从野蛮人进攻到握手言和,双方到底经历了什么? 宁波中百,一商街百获齐家,持戒控制人为徐百良和郑宿珍。 目前,泽西系旗下西藏泽天投资,以15.78%持股,委居民波中百第一大股东。 竹勇的父亲竹元宝持股8.42%为第二大股东,双方持股总共为24.2%,目前上述股份均微轻到法院冻结。 在2017年下半年以来,太平鸟集团董事长张江平和都立干将带致用,协计下公司集合大量资金。 大举建仓宁波中百,这其中包括张江平本人和一致行动人账户,也包括张,但两人一字的关联账户和一些外围账户,在半年时间内悄悄搜集二级市场筹码。 4月25日,彭博投资及一致行动人,向宁波中百发起邀约收购,当时你收购数量不低约5304万股,不高于6202万股,邀约价是2.77元每股,收购成本为6.7717.9亿元,将以现金支付。 收购资金来自太平鸟集团和宁波原润5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,以下简称,原润投资的6亿元无息贷款。 后者实际控制人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。 该公司是宁波处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,隶属于宁波金融控股集团。 若邀约成功,彭博投资仅以一致行动人,共持有最多32%最低28%的股赚,成为宁波钟摆的第一大股东。 彭博投资注册于2018年3月,法然代表为太平鸟集团董事长张江平。 经验查信息显示,彭博投资是由太平鸟集团和原润投的资产,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。 太平鸟集团持有彭博投资87.5%的股份,原润投资持有12.5%的股份。 基宁波彭博敌时控人为太平鸟,敌时控人张江平,张张波,需要指出的是,得益于时尚的设计和电商渠道的发展。 太平鸟近两年在服装业内颇受好评,其次在2017年1月上市后,就在积极布局新零售, 包括和阿里巴巴开展的合作。 对于太平鸟而言,宁波中版拥有的线下商场,无疑是其布局新零售的一颗棋子,拿下宁波中版的控制权无疑是志在必得。 则西的反击,2015年,则西西建设7日的光芒,此时遭通成企业逼宫,可谓雪上加霜。 值得一提的是,目前宁波中版管理层,大多具有则西西背景。 董事长宁飞君曾任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机查处处长、期货处处处长,同时也曾任则西投资背景分公司副总经理。 除宁飞君外,董宁连鹏,董事赵一波,张斌,监事会主席徐正敏,监事姚家荣,均曾在则西西任职。 面对来世修胜的太平鸟集团,则西西开始反击。 5月5日,宁波中版公告称,为维护公司稳定发展,则业投资提出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,并提请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以修订内容主要针对召集股东大会,董事会选举的5个条款。 此前,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,在宝能和万科之争时极有出现,核心机位增加法恶意收购条款,包括将附有报告义务的50%股比例降低至3%,董建高无故批钱被解除职务,将或是被赔偿等条款。 此举目的,即使只可能出现低时控轮变更带来的董事会控制权等问题。 5月7日,则天投资已修改公司章程一事,遭到上交所问询。 5月9日晚间,宁波中百公告称,期葬则天投资经过内部反复讨论与论证,认为上述批案有部分条款的合理性,有待进一步研究,决定暂时撤回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。 不过,5月7日,上交所随即展开问询,关注其修订公司章程是否提高了股东行事提案权的法定资格,是否存在不合理维护现任董事会地位权利等问题。 5月9日,则天投资通过公告回应,决定暂时撤回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,则嬉戏修改章程防御手段暂停。 握手言和,在一个多月的沉默和握旋后,情况出现了翻转。 7月4日,明博中百把布的邀约方案披露,控股股东西藏则天投资与蓬勃投资达成一致,后者缩减邀约收购数量,放弃成为控股股东。 修订后的邀约收购方案为,邀约收购1267.15万股,在明博中百总股本的5.65%,收购价为12.77元每股。 按照之前12.77元每股的收购价来看,已较邀约收购停牌前的10.57元每股,溢价约20.81%,而随着A股市场行情变化。 7月6日,明博中百最新收盘价,仅为9.08元每股,溢价已超过40%,按照调整后的邀约收购方案,此次蓬勃投资的最高邀约金额,将由原来的7.92亿元。 降低至1.62亿元。 在资金来源上,彭博投资注册资金2亿元,以能够满足本次邀约收购所需,邀约收购资金就为公司的合法自由资金。 而根据4月27日,披露的邀约收购方案,当时预计收购的6202.19万股,12.77元每股的邀约价,其邀约收购所需的最高资金金额为7.92亿元。 在当时披露的资金来源说明中,彭博投资自有资金2亿元,6亿元为太平鸟集团和原人投资,按照股权出资比例,提供的三年无息贷款。 除了放弃控股权争夺,彭博投资还与西藏泽,前签定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,努力实现宁波中百姓零售借务转型。 尽管邀约股权数量大幅下降,但彭博投资或在董事会协议上有所布局。 战略合作协议提到,双方一致同意,以宁波中百姓又董事会人数的为之为基础。 彭博投资有权前名一名合适人选,担任明波中百董事。 本文源自时代周报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